我觉得当事人一定会提出他们认为最能够还他们公道的这样一个理由 就我的理解 徐淑华已经是自成他的冯甲大学来自主 他们就请冯甲大学能够对这件事情做出一些的审查 那冯甲大学已经接受 可能在两个月之内就会有一些的结果 那淑华也就是非常坦荡荡的来接受未来可能的一些的发展 我觉得他是展现了一些候选人 当你的论文或任何事情被质疑的时候 你就是应该把事情说清楚 那这点完全是跟林志坚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林志坚已经是最正确凿 非常明确的状况之下 他还硬拗 而且不是说他拗 而是执政党 蔡总统从头到尾 就是告诉大家要来力挺这样拗的人 我觉得他们才是需要把他讲清楚的 他们正是在曲解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我非常重视年轻人的文创 我也非常重视年轻人 他们不同的一个发想 因为我本身过去25年都跟年轻人站在一起 我只是认为很多的活动 应该是有点线面一串的永续的一个发展 然后不应该只是烟火式的 好像办完之后 就让我们这些对于艺术发展 有创建的这些年轻人 可能因此他的工作机会就变得比较少 我只要强调一点 应该是从点线面永续的发展 如果你从头到尾听完之后 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我觉得像青年局或者是陈其迈下面的很多的局处是 他们每次看到我提出一些的看法 他们马上就是膝盖神的反应 然后来告诉你这些的一些方法 你在唱吹高雄 然后对年轻人不尊重 看清楚我的逻辑脉络 你就会知道 我们对于青年人 所有的一些的发展 是非常重视 而且很希望 他们能够更永续的来做一些突破的 一定要尋络 中央三拜 谢谢 谢谢 拜承你 拜承你 那么好玩 你们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